2022台中灯会 12号晚间正式点灯 文新森林公园里 主灯台中虎爷 缓缓挥着双手 模样可爱又吸睛 不少民众拿手机抢拍 这次亮点 除了十公尺高的台中虎爷 还有五大主题灯区 超过30座灯组 市长为了兼顾防疫 强调今年不充人数 健康安全第一 台中虎爷两个意思 第一个 虎爷可以震煞去恶 我们希望育群早日远离 第二件事情 台中虎爷 台中虎爷 我们除了固防疫之外 也要拼经济 官旅局统计 这次灯会已经涌入 超过六万人次 12号晚上刚好是过年 最后一个周末 获万人赏灯 工作人员说 灯区内会控管人数 在两万人以内 台中市民跟市政府 新手合作 我们的疫情相对平稳 所以才能够举行 中台湾灯会 欢迎大家到台中来 逛灯会当然少不了小提灯 今年台中发放 波波虎 蒙度破表 Q版老虎趴在争奶上面 市府说 想理的民众 可以利用活动期间 下午三点去排队 发完为止 TVBS新闻 陈出贤 苏太阳 许又翔 台中场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订阅